市長先問一下,你如果接到電話,問你說你總統要支持誰的話,你有想到的人選嗎? 其實到現在為止,我從來沒有接過民調電話,不曉得為什麼 韓國瑜說現在,他原本是說要大家接到民調電話的時候要大家拒打 但是他今天早上改了,他說要大家接到電話的時候就喊唯一支持蔡英文 你覺得他這個策略 你要問他,我不知道他這什麼打法,想不出來 因為他可能覺得現在這個民調的落差,然後他就覺得這個民調看起來也很怪 大家再忍耐一下,四十三天就投票了 市長你昨天有講說你可以下令你的科粉不要投給蔡英文,你真心有這樣想嗎? 不是啦,人家說政治上朋友要多敵人要少,所以有時候民進黨 他又希望你們支持他,然後又每天K你,實在是 所以你真的會,所以現在如果就是科粉要投小英的話,你會跟他講說叫他不要投嗎? 沒有啦,其實我們現在也沒有特定的立場,我就說 反正還有四十幾天,還是讓候選人去盡量去說明 總之我倒覺得這場選舉,也沒有什麼政策,就算有政策也是大撒幣政策 市長那你覺得模擬考不想考,最後直考會考得好嗎? 什麼意思? 就是模擬考,因為韓國瑜現在的意思是說他的模擬考,然後他不想考 然後他之後呢就是,如果你覺得他最後是大選,你覺得他考得好嗎? 這東西反正,這也選舉的口水戰,其實話說他十三天就選舉就結束了,就可以回復正常一點的日子 你覺得他現在這樣子其實是在擺脫一種現在自己名調低的一種戰術,就是可以找到一個藉口? 不是啦,這就這樣嘛,我都說每個人都會依照對他最有利的方式去做各種選戰的操作 故事就這麼簡單 市長最近那個粉絲的那個專頁啊,那有人就預估說您在選前的話可能會掉補18萬,那會不會擔心? 擔心什麼?差不多啦,反正我發現我那個我自己看是很有趣的,就是那按讚的跟追蹤的Gap越來越大 就是大家又要看,那個心情很有趣,就是大家又很想去偷看,又不想按讚 市長有人說,因為這個大選倒數基本,然後你的聲量越來越少,媒體破網路越來越少,所以你最近才要跟民進黨主席卓文太這樣子互槓? 唉唷,不會啦,我跟你講喔,其實我們,其實我是比較,我倒覺得這樣啦,品牌比產品重要,所以通常這種每日的漲跌,我比較不在意 我倒覺得那個,有時候慢慢我們這個要看長期趨勢,這比較重要 會減少潑政治的髒水嗎? 會減少潑政治的髒水嗎? 不是啦,反正我是這樣啦,看到太不合理了,有問題了,我會舉手 期待也還好啦,反正盡力啦,每天認真工作就好 市長你會覺得現在國會的席,你是不是很怕就走兩席,因為你如果兩席的話,你說自己會變成前進2024的話,是會置席的方式再前進? 兩席的話幾乎就,那個幾乎就,那個就是怎麼講,那個重能大概就很低很低 所以你現在預估你們,因為之前說四席是安全名單嘛,那你現在如果像現在這樣子小黨競爭這麼激烈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民進黨他現在的訴求非常的明確,他就是要以下架,吳思淮為目標,希望國民黨的政黨票不要超過157萬 面對民進黨這麼的明確的打法,那你們民眾黨又有什麼樣子的因應? 對啊,他不是我還是排第幾,第四? 第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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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個,如果純粹選戰的策略,這個口號不切實際,他應該說讓那個白海豚落選,這個會比較實際一點 所以那個,國民黨連第四名都沒有,這就是選戰策略,選戰策略怎麼講,我覺得這也亂罰 所以我們打選戰也要合理,你說讓白海豚落選,或讓白海豚擱淺,這個會比較,這個目標比較容易達到 而且比較reasonable,比較合理,而且真的好像大家想也有道理 要說什麼讓吳思凡,這個就太不切實際了,也讓白海豚擱淺,這個口號還不錯 所以你要建議給卓榮泰嗎? 選戰都,選戰嘛,說起來比較合理 那還是那個讓白海豚擱淺,用來當民眾黨的口號? 我一想看,看還不錯了 市長,你接受專訪的時候有說,郭董突襲第三勢力跟親民黨合作,你說這是第二次驚嚇,心臟打斃,你覺得有被騙嗎? 不是啦,我倒覺得這也沒有什麼,其實第一點,也算不要把什麼生意人汙名化 我覺得是這樣,我還是亞當斯密斯的信徒 就是說每個人都追求他的最大利益,合起來還是社會的最大利益 因為對郭台銘來講,如果他是製造商,他本來就不會只找一家代理商,這本來蠻正常的 所以我倒覺得,但是我對我的態度來講,如果我們有17名分期的立委 他願意幫我佔10個也好,總比佔0個好 所以對我來講是朋友要多,敵人要少,可以合作盡量合作 所以我都不會覺得說這個很... 我倒覺得我的態度也許比較健康 市長,你怎麼看現在民進黨也喊出,就是說要讓韓國瑜的總統票拿不到328萬票 這樣子他就沒有辦法拿到30元的補助 為什麼?那不是一票就有30塊嗎? 對,但是他們就是說只要他沒有跨過那個門檻的話,他是拿不到那個補助 國民黨會把它扣掉嗎?我不曉得 所以他們現在... 沒有到門檻 對,他們有到門檻 有嗎?門檻是多少 10% 門檻要3分之1,我不曉得 這我不曉得 那你覺得這樣子喊出來就是說要讓韓國瑜 沒有啦,我勸民進黨口號要合理 就是那聽起來是可達到的目標 不然講那個,好像我們要登陸夜雄幹什麼 那個現階段不可能的 市長,民眾黨財產生... 我那個白海豚割錢好像是比較多 市長,民眾黨財產生... 市長,民眾黨財產生... 蔡幣魯破了1000萬 那星光的那個吳欣怡 不知道是股票就超過6000萬 會不會覺得他們很有錢的節目 應該回去研究一下,蔡幣魯他先生在做什麼 沒有很驚訝,幣魯姐其實也是蠻有錢的嗎 應該是他先生賺了吧,他整天都在工作 他怎麼會有什麼賺什麼錢 市長,你怎麼剛才說就是 蔡振元堂和國民黨的召集人 然後要求說吳思懷跟葉玉蘭不要上這任節目 就如果他們要上的話呢,就必須先知會他 國民黨的家務事,不便批評 你覺得這樣職寫有用嗎 乾脆截肢就好了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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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